中華的路口專家有塑膠欄 一層疊著一層 裡頭滿滿的生鮮雞蛋 有民眾目擊拍下這張 PO網寫 老闆很難賣喔 立刻引起網友質疑聲浪 有人說 囤蛋囤很多 雞蛋都在蛋商那囤貨 故意炒高價格再拿出來賣 迎面而來批評不斷 采訪求證當事蛋行 白蛋 紅蛋 確實擺出來的滿滿好幾藍 不過店家現身解釋 這些雞蛋都是跟產地批來的 並沒有像網友說的囤蛋 跟蛋商配合 他們現在就是看誰價格 含得比較高 就給誰 如果人家的槍火機 是要更高價格的時候 他或許會把我量轉掉 給另外一個蛋商 蛋行說 目前市場蛋價不一 主要是因為進貨成本不同 有人加價 那他的供貨量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因此一次進貨 兩天的販售量 就這個紅的 這條紅的就對了 紅的 對 你是用型格啊 這型格要做素顏 白蛋 紅蛋 任君挑選 蛋行老闆也現場打蛋 強調都新鮮 蛋黃就是要 反駁囤積大量再出售 三立新聞許書委李建營 彰化報導